挖掘新闻内幕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好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第一位是社工索菲亚 郑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 那么另外是精神科医师邓慧文 邓医师 郑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两性作家辛西亚 大家好 我是辛西亚 以及影剧记者迪志伟 郑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四位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你真的爱我吗 这个昨天的媒体报道了一则 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新闻 我看了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 那可不可以请志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对 其实过去也有这样的新闻过 是说有小孩被囚禁 或者是说被虐待 那被关在一个地方不让他出来 后来是有人看到去打这个家暴专线 把小孩救出来 那这个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是说一个15岁的少女 当年她那时候15岁 被她的亲生妈妈跟她的继父 报道是这样子形容 囚禁在一个透天措里面 那为什么用囚禁这个字眼 就代表说她的行动是不自由的 她是没有办法自由进出的 就是15岁其实已经是一个 可以行动自如的 不能说成年 但就是一个个体的 那这个少女呢 她现在是19岁 那在她这过去这三年 她被关在一个二楼的透天措里面 好 那你要讲说她被囚禁 但其实这个房子里面呢 是有冰箱啊 有瓦斯炉啊 就是该有的都有 但是她就是被关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喔 这个房子是长这样子 这透天措 那这一楼嘛 那少女是被关在二楼 你看都有铁窗围起来 这都有铁窗围起来 那她的房间的门是没有被锁 她是可以自由的在楼上楼下 在等层楼啦 对 她可以走动的 在二楼 对 但她就是出不了一楼的大门 那你看这边有小朋友 对不对 就有一个小孩 她有一个绳子垂下来 她要干什么你知道吗 她有时候吃完的这个厨余 她要倒 她要丢垃圾 但是不能丢在自己的房间 那个放久了会有味道 她是用这个 用这样子绳索弄下来 有没有垃圾弄下来 然后让这个附近的邻居 小朋友帮她收 那一开始邻居也觉得很奇怪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到 你为什么会关在家里面 那她才说因为爸爸妈妈 把她关在家里面 可是因为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求救 那她也没有告诉大家说 我被虐待了 所以她就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那你说 那她的妈妈跟她的继父 因为妈妈是在37岁那一年 带着她嫁给现在的老公 嫁给这个老公之后 妈妈37 对 妈妈37岁的时候 继父42 对 她37岁 这个女儿15岁 你看这个妈妈也是22岁 就生了这个小孩 所以她带着这个女儿 嫁给了继父 张姓的继父之后 怎么会把小孩关在这里 那就是据报导是说 因为她不服管教 因为这少女很叛逆 因为她行为 都没办法好好自己约束 所以妈妈就把她关在家里面 禁足啦 不准你出去啦 我们在国外常常看到 妈妈说你被禁足了 爸爸说你被禁足了 那小孩就不能出去嘛 她禁足她不是一天两天 你以前最不喜欢学这句英文 You are underground 对 You are grounded You are grounded 对 那她被禁足是禁足三年多 而且这个少女一开始 别人都问她 邻居问她 你怎么会没出来 你就好好的手 你怎么都要嫁人给你拿东西 就说妈妈不要帮我出去 妈妈不准我出去 为什么不准你出去 妈妈为我好 妈妈怕我学坏了 所以她刚开始的前两年多 她都觉得因为自己还小 妈妈怕她变坏 所以妈妈是为她好 所以她也都没有什么怨言 那为什么小朋友跟邻居 要送东西给她吃 因为社工会去介入的原因 是因为有人去通报 讲说这个少女 其实长得蛮漂亮 可是很瘦 那据了解 因为聊天 爸爸妈妈是没有跟她住在一起的 她是被独自留在这个房子里面 那爸爸大概一两天 继父都没有讲到妈妈 继父会送食物来给她 但是送什么样的食物呢 泡面 微波食品 冷冻的肉 所以她来 她要自己 微波乳 有瓦斯乳 他得要自己煮 那因为邻居都觉得她 这样好可怜 营养不良 所以送东西给她吃 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在今年的食材 她才跟大家讲说 其实她被关在里面 她觉得好像被囚禁在笼子里面的鸟 她真的很渴望能够飞出去 那妈妈说我长大了 就可以不用被关了 那所谓长大就是成年嘛 满十八 所以满十八岁我就可以出去了 可是 今年我已经十九岁了 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 所以她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爸爸 还不让她出去 所以于是乎就有人去通报 这个事情才曝光 是是 好 那这个 其实这个案件 是索菲亚他们安置的 曾经啦 我们曾经有介入 其实我之前有提过 但是我把一些 这个看了以后我就有印象了 你好像在节目上讲的 对 但我有稍微调整一下 人事实地物 因为我们要基于保护这个个案 但现在目前这个案 因为我们立心是以保护 那个受报妇女为主 所以我们短期安置之后 她已经被移到其他的庇护所 那我现在地点 我们当然也不变透露 至少跟各位观众报告 他们现在是安全的 然后这小孩 其实跟新闻讲的东西 还是有出入 就是我必须说是有一些出入的 那这个孩子 我们服务过程 你可以感觉到 她是一个很认分的小孩 很认分就是说 我讲一句坦白一点 如果她是很爱玩 就是乱来 什么之类的话 早就跑了 叛逆 非常叛逆的少女 她不会这样乖乖的在那边 而且她现在真的 因为我们像庇护所 只有提供住 所以她现在一天要打两份工 你只有给她住而已 换句话说 她自己要吃 什么交通 她自己去赚 因为她也想弥补这三年 所以她现在也蛮认真 要存钱要去念书 对 然后现在也是很焦虑 就是她说 听说就是白天要上班 然后晚上要打工 会不会撑不住 她也都在烦恼这些事情 所以我在这边也是特别 今天特别来 也是想说明一下 就是说 现在生母继父有出来受访 然后谈一些东西 可是这个案子 其实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我想检察官 应该也都调查过才起诉 所以孩子 他现在也是自由 他可以上网 他其实有看到这些新闻 我觉得这些有些新闻 有些甚至于我必须是指控 或者是一些批评 其实对她是蛮大的伤害 对啊 这个她的生母是当时未婚妈妈吗 这个我 她的私事我不便偷漏 她小时候是没有跟她妈妈同宿 是爸爸奶奶这边抚养 那是等奶奶过世之后 等于是她已经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才妈妈才接回去 接回去 所以她原本应该是在 是跟住 跟阿嬷住 那所以她回家的时候 当然就是还有一些 相处上的落差 因为小时候跟妈妈 并没有那么的亲近 那大家有提到说 她为什么不求助 其实 我还是帮她讲一下好了 她其实前面也试着去求助 可是前面求助 发现没有用的话 我们叫喜德无助 这邓医师最清楚 她就觉得 好 因为爸妈都这样讲我 那我就是忍耐 她就是期盼到说 等我18岁成年 我就可以出去 我就忍这样子 那所以她其实前面也试着去 去求助过 那这一次能够被救出来的话 我觉得是谢谢那个网友很激紧 因为之前报警 可是就像大家讲的 就是说你这里面很自由 爸妈都有给她 她父亲是大概10天送一次餐 10天送一次 所以她说有时候 她跟她爸爸讲说我感冒了 等她下次再拿药给她的时候 她都已经好了 对 那所以 那个时候 10天送一次餐的意思是 会买什么肉啊 什么米给她 便当啊 然后叫她先冰起来 10天的分量 对 10天的分量 那如亲啊 对啊 所以小孩子瘦很多 她这三年瘦了快20公斤 对 然后 所以也包含说 她试着去求助 可是 可能警察来 小孩子乱讲 然后可能 我觉得讲的去坦白一点 你看现在案件爆发出来 那他们可以戴着口罩 讲这些话 你可想而知 她求助的时候 小孩子面对也是这样子 就是父母会讲什么话 所以她初期的求助 有她的那个困难 而且说真的 她15、6岁 你要求她懂什么 我觉得她已经很努力了 才15岁吧当时 当时 所以我觉得她已经很努力了 那她后来被救出来是 谢谢那网友很激进 她是去报家暴专线 去报那个113 是由社工去伙同 才知道说 他这样被关 今天这个小孩 不管他做了什么 他都不应该这样被关 不管他做了什么 对 所以 而且国中也没有所谓 什么退学不退学的 他也是想 他想念书 他想念书的 对因为她后来 因为就是像刚刚索菲亚讲的 邻居有去帮忙报警 可是警察就说没有 他没有 他自己都说他没有怎么样 他没有求救 所以她后来 她到了 过了18岁 她觉得她不应该再被关在这里 跟爸妈反应 但是还是被关在这里 而且因为她有去跟邻居 complain这件事情 然后有警方关切的时候 她是连一楼都去不了了 就是她是整个是被锁在二 锁在二了 对 那那时候他就用绳子锤掉 把爸寄付给他的零食 对 然后去跟小孩换钱 这包本来二十 我卖你食物 存存存存存存 存到一定的数量 去买一只二手手机 存了五六百块了 就说 然后跟人家买了一只二手手机 可以上网的 对 那可以上网 他就发现 隔壁邻居的Wi-Fi 他收得到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 结果索菲亚就讲说 有网友发现了 写辛勤嘛 那有网友发现了 去通报家暴专写 是是是 感谢这个网友 真的 那请教一下邓医师 在这个新闻里面 你看到了 觉得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从头到尾觉得匪夷所思 第一个是说 这个故事里面 他不是囚禁在一个 人烟罕至的地方 那一直都有其他人物的存在 事情发生在头上 然后在这个故事的描述当中 一直有提到邻居 对不对 因为锤掉下有邻居 看到他锤掉垃圾下来 有小朋友跟他换东西 我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那些知道这样情况的邻居 有没有一个感觉说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要立刻去举报 好 那刚刚索菲亚说 可能有人有报过 但是介入过 然后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 你去举报这样的事情 可是这个女孩 还一直被关在这里 那你就要去关切说 为什么没有后续的处理 那是不是整个 那个附近的人 大家可以串联起来 去做一个什么支持系统 我们很痛心的看到说 这个东西竟然超乎 我们想象是不存在 你是说邻居的冷漠吗 应该说 我觉得不见得是冷漠 会不会是大家 还存在一种观念 就是社区的人 或那边的人 没有形成一个社区 也不一定 就是说 但是人有没有一个观念 是你家对面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件很严重 要处理的事 还是大家仍然停留 在一种传统的说 人就背不完的教育 然后你听到说 例如说 各位父母 如果你的孩子 今天拿了一包零食吃 他是用15块的低价 跟被关着的姐姐买的 你会不会有察觉怪异 还是你跟你的亲子关系 你根本不知道 你儿子今天吃了什么零食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想象说 这少女什么存钱去 买一只手机 我也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就是很讽刺的一点 说这样子上 你需要求救 手机你还跟他拿钱来换 你送他一只手机 说我现在手机 从二楼丢进去给你 或你垂个篮子 袋子下来 我装上去给你 你赶快联络谁 或者说你要 可是外面卖2000 我只卖你600 对 所以这个点就在这里 所以就这整个 大家会群情哗然 是因为我们突然走入了 好久好久以前的 长法公主的那个年代 好像大家都觉得 那个地方被施了法术 我们一靠近自己 就会有灾难还是怎么样 所以介入的力量 是如此的薄弱 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 不过我另外看到一个重点 说大家都会说 这父母怎么这样当 我也是强烈的怀疑 说这对父母到底 有没有认为他们失职 我们常常辅导 这样子的案例的时候 父母一点都不觉得他失职 因为他们对于怎么做父母 是没有被教育的 对 同意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那种少女叛逆到 那白雾 你知道那个女儿 已经是高中了 你知道就是每个晚上 都不回家 都去夜店 都很怕她怀孕回来 怕被跟人家失婚以后 染上毒品 是 爸爸是在公司当高级主管 把他工作辞掉回去陪他 我也不晓得他们家发现什么问题 因为我很不容易评论 只是觉得说 他就觉得怎么会变这样 我的女儿怎么会变这样 然后就后来要收拾 是很困难的 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也不是在帮这父母脱罪 而是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父母亲 真的不知道如何嚼小孩的 小孩叛逆到 你真的拿他没办法 应该这样讲 所以他想到想到的办法是什么 拐起来 不看就好 他不会变派 至少他是这样这么觉得的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刚刚邓医师觉得 我们的灵理系统 求救系统 其实是很有问题 就人心很有问题 是不是观念上 观念上就是对于儿少的保护 仍然处于一种很 我觉得很过去的阶段 就觉得说 他也不是 他也有养他 就好了 如果这也有冰箱 也有电锅 也有微波炉 对 然后所以像索菲尔 我刚刚问他说 那这个介入为什么没有成功 为什么之前几度的介入没有成功 那可能是不是对方父母 他就说 吃小孩有问题或怎么样 说精神疾病 那为什么没有接下来 那有精神疾病 那就医啊 不是说有精神疾病 我就让你继续把它关在那里啊 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 如果有精神疾病更需要就医 何况如果是没有呢 我觉得大家太容易 背这两句话 也许观众朋友 你家隔壁 也许你就会想到 你今天看了这个节目 觉得说我家隔壁 那个也怪怪 大家是不是可以积极一点 我没有把它扣起来 我没有用铁链把它锁起来 没有啊 然后你看我都送东西 还有零食 对还有冰箱 所以大家就 整层楼都是他的 20平 整栋都有 所以大家就是你 所以等到他这样被关三年 我们现在在这边 会觉得说匪夷所思的时候 可是当下你就知道 他求助有多困难 因为太多理由给他解套 他不乖 他出去会闯祸 你看他这边也很快乐 也很自由啊 也可以讲话啊 所以这个 你说我们怎么去介入 就包含说 有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 听到小孩子在哭在闹 然后等等的 你敢去介入吗 他说我在管教小孩 干你什么事 或者是他甚至就在那边暴哭 说小孩真的很累啊 要不然怎么办你来养啊 所以我之前我在 例行物资中心 我也发现过一个个案 也就是这样 就是说妈妈带孩子来领物资 那我们通常东西 物资领了就给他嘛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 多问了几句 我就说 你为什么 小孩子多久没吃饭了 然后他就说好几天没吃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奶粉没有了 我说奶粉没有的话 那你们吃什么 然后他就说 他去自助餐 捡人家吃剩人的厨余 有喂他吃 然后他有吃那个饮料 冬花茶那个给他喝 然后他喝了之后 他就一直拉肚子 所以他那个 尿布也都用完了 湿纸巾用完了 然后甚至也没有干净的衣服 然后来我这边领 我就是因为这样多问了几句 我就赶快把这个孩子通报了 通报去医院 我就直接 我说你先去看医生 我直接去后面就把孩子 报去急诊室检查 你多问了几句就发现了问题 对 所以后来现在这个孩子 就一直在社会局安置 对 所以我一直就是说 那妈妈几岁 妈妈四十几岁 四十几岁 照理说应该很有 功能 很有经验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困难 就是那时候妈妈有他的困难 所以他在养育小孩子过程当中 对所以 天哪几天没有吃饭 小孩几天没有吃饭 我那时候捡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六七个月大 也才六公斤 照理说六七个月应该几公斤 应该都十出头 就是他都不会做 就这样贪软的 做不起来 已经六七个月做不起来 对所以我意思是说 我也可以就是单纸确认 OK你社工申请了 给你 行李如鱼 这个该给你的给你 我是问了几句之后 我说你把孩子抱过来 你把孩子抱过来 我看看好不好 我说我帮你顾 你去打扫家里好不好 他就把孩子抱过来 一看哇 不行 小孩子整个就是贪软的 我说你回去那个 回去打扫家里 我说我帮你顾几个小时 那回去打扫家里 就把小孩子抱去医院检查 是 今天起来补充 对就让我想到就是说 我记得以前我住在美国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他是当老师 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我发现美国人 好像对于就是 大家都知道美国 对于儿童保护 就是非常非常的关切 就算不是专业的人士 就是邻居或者是老师 他们也都非常的 关心这件事情 他说他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小朋友 来上学 来上学的时候呢 那一天早上妈妈给他吃的是 草莓当早餐 那吃完的时候的 那个草莓汁没有擦干净 嘴角就红红的 好 那就去上课 那第一个老师看到嘛 老师看到就问他说 你今天怎么 这边嘴角红红的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 他可能快要迟到了 所以他吃完这个草莓当早餐以后 妈妈可能还推他一下 就说 你快一点啦 因为校车来了嘛 快点快点 要上车了这样子 所以说今天老师就问他说 你这边嘴角红红的 是不是妈妈对你做了什么 那孩子就很顺势揭话说 妈妈今天早上推了我一下 因为孩子也是无心的啦 他只是想说你是问我 小孩子会这样 他就说妈妈推了我一下 他这样子一讲真的是 整个学校老师觉得这个是 对 立刻启动一个保护机制 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 就是立刻就是说 我们要跟社工局报告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让我想到 就是说 好像有的时候在台湾 比较大家会觉得 没有这样子 对 第一个没有这样子 警觉心没那么高 然后二来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说 我记得就是之前 我居住的大楼 那大楼的话 这个附近很多野猫 野猫跑到我们的大楼里面去 然后就被关在我们这一层 很高大概二三 二十层楼的这个大楼里面 那猫咪晚上就会 一直不停地叫嘛 因为它出不去 它也是被关在里面 那你想想看 二十层楼一共有四十个住户 大家就觉得 就给它这样子叫 那很吵啊 可是大家就觉得 那不然怎么办 爱莫能住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的管委会 就是有贴公告 就是说大家 我们有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方法就是 可能会想办法 就是找那个捕猫的专家 或者是设置猫龙 来把这只猫救出去 可是问题是等了一个礼拜 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的 好 那因为我老公是美国人 捕猫的人没来 没有 捕猫的人没有来 然后这个没有人去找这只猫 然后也没有什么 要设置猫龙 就是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的 那我老公是美国人 他就开始问我说 这只猫已经叫了一个礼拜了 你讲的是台湾是吧 对 在台湾 他已经叫了一个礼拜了 那为什么都没有人 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说 可能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 你已经在处理了嘛 那既然已经有人在做了 我干嘛还要在插手 就是假猫啊 对不对 那而且我没有 他们那些人那么专业 我老公说 可是我们昨等又等 都一个礼拜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 这只猫被困在里面 要么就是饿死嘛 对不对 要么就是他随地大小便 大小便其实对我们的环境 也不是很好 他就说不行 那他就说 那我们两个要去 把这只猫救出来 我说好 所以我们还记得 就是游天礼拜六的时候 可是已经一个礼拜了 那猫没有死掉 就一直叫啊 他就一个礼拜 他就一直不停地叫 他就还是活着 他还在里面 那我们就知道 他就是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还记得 我跟我老公 就游一次礼拜六的晚上 真的也就是 我们的方法就是 从二十楼 慢慢往下走 猫一看到我们 他就往下跑 所以后来 他就是跑到地下室 我们把地下室门关起来 他就在这一个楼梯间 用毛毯把他盖着 然后把他抱出去 让他走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今天在台湾 比较容易会觉得 反正这不是我家的事情 或者是人家会帮忙处理 人家是专业的 人家做就好 那不关我的事 或者是我只要通报 那我不要去follow夏文 可是这可能有的时候 对像这个情况是 没有什么帮助的 我在想 好 那这个因为少女被安置 继父姓张 张先生就对这个女儿说 家是你的避风港 对他温情喊话 他说家人才能够保护你 不希望你在外面流浪 赶快回家团聚 那这时候呢 少女的生母 就陪在这个丈夫的身边 佩戴黑色的口罩 面对镜头不发一语 可是频频擦眼泪 先请教一下索菲亚 你怎么观察他妈妈 一句话激怒社工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对就是 事情就已经事以至此 如果你为孩子的考量的话 其实说真的啦 停止在讲这个新闻 然后再吵 他现在对少女 有很多的批评 孩子现在也会看电视 也会看手机 你们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那些酸言酸语的批评 孩子说你为什么当初不求救 你为什么不更努力一点 你为什么如果怎样 他都看得到 这些都是伤害 我只是说 这孩子已经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在重振他的生活 你看 他是那种连去学校报到 制服费 他都自己存钱去缴的那种孩子 他只是觉得 他觉得说过去都过去了 我现在要重新的 好好的生活 以前的事情他就不想 他就好好生活 你觉得他该回去那个家庭吗 他能回去吗 我这样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最近我们在谈那个 我们的那个案子 一家三姐妹 通通都被安置 安置在不同的城市 多大 很小啊 就小至国中 对 那家里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 三个女孩子 通通都被安置 这种家 你要怎么办 对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都会跟我们案主讲 不方便讲内容 不好意思 对 因为是我们案主 我们都会跟孩子讲 就是 包含这些受报妇女 我们都会跟她讲 说 你没有 你永远都有娘家 我们社福单位 比方我们立心 我们就是永远是你的娘家 立心永远是 所以我们过年前 这些少女的娘家 对 我们过年前就会帮他们办一些 什么围炉啊 团圆那个活动 就是你没有家可以回 但是我们永远是你的娘家 这个妈妈 很值得谈 对不对 她22岁生下了这个女儿 然后交给阿嬷带 然后她又另外去找了一个老公 就变成少女的继父 可是 按照新闻 她几乎不曾去看过这女儿 对 送餐都是这个继父 那 一般来说 这个妈妈最伟大 母爱最伟大 那为什么这个妈妈 是这样 可以等一下再来请教来宾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妈妈 就说 怎么会这么忍心残忍 请教一下邓医师 其实我必须说 我们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刚开始看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难理解 可是如果深入去探讨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些父母其实在遇到养孩子的困难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他们就会变成小孩 他们自己会变成像小孩一样 所以比方刚才索菲亚说 这对父母在面对询问的时候 好像会一直生出一些归咎于孩子的话 说这个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不是 你说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的目的 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在伤害这个女孩 我现在讲的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是 他们觉得他们在为自己辩护 所以如果一对父母觉得为自己辩护的需求 大于照顾于他们的孩子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父母功能 已经不及格了 大家可以想象我的意思吗 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很多案例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你真是不像个父母 其实都是在某些环节上 他们已经他们的成熟度不足以处理他们面对的压力 不管是经济的压力 管教的困难 或是家庭里面动力的压力的时候 他们已经退回到不是大人的位置 就是退回到像小孩的位置的时候 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好过 或者为了让自己不要那么痛苦 像这对父母讲这些话 当然现在大家如果说 你们讲这些话在伤害女儿 他们一定觉得说 没有啊 我只在解释情形给你们听 你们要问我们就解释给你听嘛 可是我觉得正是这一点就暴露了 我们看到很多父母在某些时候 已经顾不了孩子的福祉 所以他们已经是需要帮助的 也就是说我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就是以父母的功能来讲 他们是有缺失了 那我可以补充一些例子嘛 就类似的例子 例如像我们以前看到 有的父母他 这种把小孩子关起来的蛮多的 还有就是 我其实几年前还看到这种 我以为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就是发现女儿做了一些事情 不符管教 其实那女儿只是偷用了手机 就是他自己去弄了一只二手的 那种智慧型手机 所以他就有那种上网跟人家聊天的软体 然后母亲发现了之后 就拿剪刀 把他的剪刀剪成像狗啃的一样 就剪得比索菲亚还要短 而且是乱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做法很怀旧 很古典 就是我们小时候 如果不乖 或者是特别是 被认为是女孩子行为不剪点的事情的时候 头发就会被剪成像狗啃的那样 意思就是说让你见不了人 因为你做了见不了人的事情 所以像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所以我们介入的时候 当然学校老师就会看到 因为现在女孩子都打扮得美美的嘛 每个人都吹得很漂亮 跟她的头发那样 然后女孩子也畏畏缩缩的 老师就去介入了 然后介入到家长的时候 那家长就是指责老师 那指责老师说 就是进了你的班 这一学年到你的班才变成这样 那老师被指责了之后 老师也会销轰你知道吗 老师觉得说那我不要管好了 那就退出来 那我们本来跟他一起连接辅导 老师也说 我们就会每个学期都会去学校开辅导会嘛 然后这一学期就没有接到通知 我们又问一下说那这个孩子结案了吗 他说对结案 可是你私底下问老师 就是私交问老师 老师会说那个妈妈太难搞了 再搞下去 就校长叫我们不要管了 因为老师会就指控太多学校的部分 那其实只是头发而已嘛 可是这种事情如果只是头发而已 像这个你觉得他只是出不了门而已 其他还有很多的事情 我还看过一个案例是 母亲在第一段婚姻其实有一些困难 然后那边有一个孩子 后来他再婚遇到一个很好的丈夫 很好的丈夫有很好的家庭 所以他就隐瞒他之前有婚姻 有小孩的事实 不敢讲 丈夫也跟着 也陪着他一起隐瞒 可是后来因为前夫那边出了一些状况 也是类似这样子 阿嬷过世了 然后就没有人带来之后 这个女孩变成必须要回到妈妈 来到妈妈的家庭 然后来到妈妈的家庭 在前夫那里 对 前夫非常的欢迎 因为前夫 不是 就是现在的丈夫是非常欢迎的 可是怎么办 丈夫的兄弟姐妹 还有现在的公公婆婆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不想把这个女孩子养在家里 但是每次过年过节 假设就是会有亲戚来往的时候 这女孩子就要打包 然后家里面所有有她的痕迹都要毁灭 就你要看不出来这里有另外一个女孩住 然后她就是要去住亲戚家 有时候也去住邻居家 然后这样子 一直到了这女孩上大学的时候 这妈妈开始 就是生活比较稳定了 然后妈妈也比较有自信 可能新的婚姻也将近十年了 然后后面生的小孩也都不错 她开始有一个母亲的功能要出来 所以她主动去寻找諮商 去谈说 我这样对女儿是不是不好 那所有的諮商是她遇过都跟她说 吓人 怎么会只有不好而已 你女儿的心灵已经不晓得受到什么样的那种创伤 所以可是你一开始这样跟她讲的时候 她会退缩 她就会不想来諮商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为什么你会很快地发现说 因为她会觉得她没有被了解 她就想要为自己辩护 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对她用了很多的同理跟支持 让她知道说她已经在最困难的状况下 做了她能做的最好事 可是她现在愿意去面对她可能有一个对待女儿的部分 不那么的有功能 所以她其实把她已经上大学的女儿 她鼓起勇气跟女儿沟通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 每次这个阿嬷要来你就要出去的这种事情 对你有什么影响 那妈妈决定要公开了 今年妈妈决定要公开了 然后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 对对对 我现在的家人 她也会是你的家人 你同不同意 据说啦 因为我没有直接见到这个女儿 这个女儿淡淡地说 都是过去的事 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我会专心去过我的日子 你就不要再搞麻烦了 然后妈妈觉得说 到底她有没有芥蒂 你们觉得她有没有芥蒂 你们觉得这孩子这样讲 她有没有芥蒂 我觉得那个孩子可能要 10年后20年后 回过头来去看到这些 但是重点 我要讲的重点 不是只有孩子可能受到什么 我们有很多这种案例 可是大家要看到说 父母亲的失能 是多么普遍地存在 我们社会上的事情 这个母亲不是说什么功能不好 她的教育程度 她的工作能力 她的自己的生活水平 都是非常高的 来我们现在休息进完告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面对这样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不晓得如何处理 对啊 那我想请教一下志伟 如果你的小孩叛逆的时候 你知道如何跟他相处管教吗 我觉得真的 郑大哥讲的没错 没有人生来会当父母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亲子专家 他会教你 这种状况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好难 就是说 你就真的 你要静下来想那五点 小孩叛逆的时候 你应该先冷静 然后注意你讲话的 你讲出来的话是什么 哪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会去想到 某某亲子专家告诉我要怎样怎样 很难 有啊 多么想到要用最狠的 所以其实我会深呼吸 就是我觉得我跟几年前比较起来 我现在真的 我被我的小孩 被我的妻子 就是说把我的脾气 我显脾气不好 我已经被磨到 我尽量就是不要放进 对啊 就七跟子这样 我讲一个最近的例子 就是我们 我才去德国玩 对 那我去德国玩的时候呢 就是 我本来不让他们带iPad出去 我说我们要出去玩 就不要带iPad 老大脸就很臭 多大 一个十二岁 十二岁 就是郑大哥讲的 已经开始要叛逆 他已经跟我预告说 爸我现在是叛逆期 这样 所以我跟你顶嘴 是刚好而已 这个教科 这个书上有写 健康教育课本 他还告诉我 那因为哥哥臭脸 弟弟就臭脸 那爸爸为什么可以带手机 为什么我不能带iPad 我说爸爸要联络要导航 我们要自己开车 老大就讲说 那我去玩 不要玩就好 到饭店玩就好了 好那后来算了 拗不过他 就让他们带 那带去呢 他就无时不刻 想要拿iPad出来玩 我说我们现在在玩 比方说我当时 在旅行 你的行程那么无聊 哪有 我行程很 都很吸引小孩 我行程非常的满 我们从一公尺的地 然后坐缆车 都要三千公尺高的 楚歌峰 我说你看这美景多棒 花很多钱 对啊 我一直说 我不是要打电动 因为他现在要当YouTuber 我要拍片 我要拍影片 我说拿我的手机 借你拍 他说好 他就拿我的手机拍 他拍拍得很开心 然后弟弟就说 不公平 为什么哥哥可以用手机 我说哥哥在拍片啊 我也要拍片 就两个为这事情在吵 然后哥哥就骂弟弟说 你不要嘴啦 他们现在就很流行 就是你不要嘴啦 这样子 我说这么多人 你们在那边吵架 没问题 那你听不懂德国人吗 我就 那时候也很多台湾游客 我就把手机抢过来 我说再吵两个人都不要用 然后哥哥就很气啊 就说 爸你都很不讲道理 明明是弟弟的问题 然后你明明要借我 人家把我抢走 他就不爽 然后就开始臭脸 那我就觉得 为了这种事情臭脸 我就火就上来 虽然那边山上 已经零下两度了 我火就上来 我上来之后 我就跟他 血都融化了 对 我上来我就跟他讲说 我现在是带你出来玩 我也给他面子 我是小生长 我现在带你出来玩 我跟他讲 很多小朋友 不要说楚歌风了 他可能连 他住高雄 他可能连阳明山都来不了 你还不懂得享受 你有没有看到 我就讲我弟的两个小孩 我说你两个堂哥 他们出国的次数 一根手指头而已 不懂得珍奇 出国完 你看我就这样子讲 然后老大就开始掉眼泪 他就觉得 很委屈 他觉得他很委屈 他就掉眼泪 就哭 那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要哭 他本来说 你现在不要跟我讲 我想要冷静 那如果是我以前的个性 我就不行 你跟我讲清楚 我以前的个性会这样 那这一次我就觉得算了 我就看美美的风景 我去拍我的照 然后过了大概十分钟 他就来抱我了 他就来抱我说 爸对不起 这样 我说你冷静好了吗 他说对 那我说你知道爸爸在发生什么气吗 他说我知道 我不应该对弟弟这么凶 是 我说不是 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前 你要想清楚 好你现在要拍片 那你拍够了 你就应该要收起来 你第一次看到你在打电动 你不是借我的手机去拍片吗 那拍完了你怎么可以打电动呢 那他说弟弟每次都很爱告状啊 怎么样子 我说那你要处理啊 你可以你打一次给他打一次 我不知道就算了 我分享一下 其实我也叛逆过 可是我就觉得 你哦 对 我觉得可是我跟我爸妈 有找到一个平衡的key word 可以讲一下你有多叛逆吗 彼此冷静 不相信你会叛逆 我觉得国小的时候吧 就有一次日本的亲戚来家里 那他们就转 我爸就很浩克 就转NHK给他看 对 然后可是那时候 我在看关键的中华队的比赛 你知道那是多让人爆炸的事情吗 我看棒球 你都要叛逆的这么光荣就是 爱国 我说我在看比赛 你怎么要转HK 然后我爸就说 人家日本人来 你就让他看一下日本的新闻 我说他要看日本新闻 他可以回日本去看啊 他干嘛来台湾旅游的时候 然后跟我抢关键的比赛勒 对 然后后来我爸就是 我觉得父母就是这样嘛 可是当时又有客人在 所以父母脸皮又放不下来 就用那种压的事情 就是你就给我回房间 你就给我回房间 看什么棒球比赛 三天之后看棒球 然后就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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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很生气的 就回那个房间去 然后已经也是把门碰 那当然 那当然 然后等冷静之后 我就在被窝里面哭 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委屈哦 就是你自己客人来 为什么要 要牺牲你 对对对 然后客人又没有说他想看 而且他是不是没问你 就直接转 对对对 而且客人也没有说想看啊 然后在被窝里面的时候 然后 客人即使想看中华队 就是说 对啊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 我姐姐就来安慰我这样子 就是说 哎呀你知道的就是有客人在啊 然后你这样子发脾气 怎样怎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 房间里喊了一声 我说现在我还小 等我长大了 你们再这样子不讲理 我都把你们载到山上去放声 哇哦 这个叫游山解考 哈哈哈哈 然后 至此之后 就是如果我跟父母有些冲突 就是你知道爸妈有时候就规定你回来 就赶快去洗澡 赶快干嘛 就是如果我们关于一些事情 冲突快要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家人就像 尤其是我爸 我爸就说哎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这样我们等一下会被再去放声 哈哈哈哈 这样幽默 对然后大家就会好 冷静一下 然后再再谈 是是是 因为我有意见 我有意见 其实我觉得 差不多十岁 其实现在小孩我觉得更早熟 对 因为他们语言发展能力太强了 现在爸妈比较会讲一些想法上的事情 所以六七岁的小孩 我们在辅导的时候 他就会讲出让大人无言的话 比方说像刚刚是 其实你面对的是很困难的情境 你说你看看你的堂哥出国次数没有你多 我就亲眼看过父亲子这样的对话 小孩子回答说 他们好幸福哦 我都不用一直被爸妈抓出国可以整天一直玩游戏 你就无言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喜欢钻大人的这种话里面的漏洞 不过刚才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我我我我蛮佩服智维刚刚讲的一句话去化解这个危机 就是说好你要拍片可以你你有个理由 虽然我知道你是等一下要偷玩game 可是好吧你既然说得出个理由 我我给你一点尊重我让你拍 可是你刚事后有跟他讨论爸爸在气什么 而且有告诉他说是因为你啊没管教 你自己搞不定你弟弟 如果你有办法就是把弟弟搞定 你们两个偷玩不要让爸爸知道 那我也随便你 我觉得你在教他一个食物的智慧 所以小孩会服气 那我讲一个小孩服气的例子 因为刚刚索菲亚讲那个看电视的例子 你们刚刚在问叛逆的时候 我觉得蛮担心的 因为我好像没有叛逆过 就很丢脸这样 你连在节目上都要这样子 不是可是对现在来讲没有叛逆过是很丢脸 可是我现在在想刚刚讲看电视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成长过程都是外婆带的 我外婆没有让我需要叛逆 什么叫做没有让我需要叛逆 我觉得好我们以前寒暑假就要跟阿嬷去日 因为我唯一的舅舅 就是我阿嬷唯一的儿子是娶日本太太 然后他们就住在长期住在日本 寒暑假阿嬷都会去那边 那我跟阿嬷住我就都是去日本 我记得那时候我开始会这样讲话 或者说也是看电视 然后去日本 然后大家就看那个日本的节目 可是我要看卡通啊 因为我只有卡通看得懂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讲说你们已经看了多少这种东西了 什么时候才要给我看卡通 那阿嬷当然就会说 大人在那个舅妈要看什么 表哥表姐要看什么 没有你说话的份 我们是客人 这是相反 我是客人 然后可是我就很不高兴 就大哭大闹 那时候在小学大哭大闹 然后我就回房间 然后也甩了门 你知道日本的门很薄吗 那两个门就有点 那个疲惑就有点坏掉这样子 那我就在房间里面生气不出来 然后我阿嬷就也不看电视了 她就进来 就坐在我旁边 可是不是说进来宠我 她坐在我旁边就是这样 没表情 然后你坐在那边 你看阿嬷 阿嬷进来陪你 她挺你对不对 可是她挺你什么 她坐在那边一脸告诉你说 你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你就是混蛋 那种脸就是 那种语言就是这样 然后她就坐在那边陪你 你要闹到多晚 她也不叫你洗澡 也不叫你睡觉 她就是坐在那边陪你 陪到你站起来说 我们出去看电视好了 那你就乖乖的出去 跟大家来看那个电视 可是呢 第二天 你会发现出去玩回来之后 那个舅妈家有一个不同 我跟阿嬷睡的那个客房 多了一台电视 我阿嬷同时 那张脸对我的时候 她也有去跟她儿子 就是我舅舅说 带一个小孩来看一个卡通 你好像搞不定你母亲 不然我名字就来回 阿嬷就这样说 那你会觉得 这是很可怕的婆婆 可是事实上 我阿嬷就是说 她就是像 有点像智伟说的 我没有一定要怎样 可是你们 要控制事情 那我舅舅就去 买了一台电视 来放在我们的房间 意思是说 她老婆跟小孩 可以看他们的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 可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 有没有形成分裂 其实没有 这个小孩 我就说大人磨高一尺的时候 你小孩没有叛逆的余地 我其实就觉得很愧疚 我造成这么大的事情 电视这么贵 要买一台来 我自己就乖乖 然后第二天 开始帮舅妈做家事 然后谢谢舅妈 给我们一台新店 什么的 那时候店是蛮贵的 对啊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我觉得你大人 要展现出很多的智慧 那小孩是一定要叛逆 可是小孩叛逆就是在 我常常跟个案说 小孩叛逆 是想要从大人这边 激发出更多 他们要学的 做人的道理 因为他们正在长大 是是是 来我们先休息 好 那我们再来 这个关心一个话题 就是阿翔付出了 阿翔付出了 阿翔他停工了六十一天 那他在八月十九付出 他在受访的时候 重申 我深爱我的老婆 老婆就是我的全世界 结果他提到謝忻的时候 他说和他的一切呢 只是发生了一些事 没有任何再有联系的必要 可是他之前是说还会继续联络 那现在是说没有任何联系的必要 因为我们气质在写强当的时候 也充满了自己的 阿翔就狠心的表示 我想有一些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 那欣赏你觉得阿翔这样讲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次表达的 讲出说我可能就不会再跟他有联络 这网友说他真的超渣的 你觉得会吗 我在想说网友说他渣 你知道其实就是 因为毕竟他是做错事的 那做错事的话 其实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动辄得救 因为基本上来讲 你做错事大家都会觉得 还没有原谅你 那我觉得说出这种话 网友认为他很渣 就会觉得说 哇 开始有人就觉得 那谢欣当初跟你在一起 好像这个女生也还蛮倒霉的 你怎么会喜欢上这个男生 根本就没有对你有感情 你看他那么狠心 对不对 立刻就做切割这样子 那我这个时候 因为妻子问我说 有没有可能说就是 当一个男人 曾经很爱一个女生 然后后来不爱了 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觉得通常会有三个状况 当我们很爱一个人 然后后来变成不爱了 第一个状况可能就是切行 切行就是说你真的我很爱你 你不停伤害我 我觉得我痛到 那我必须要放手 这个时候我就当然就是选择 我就是要保护自己 我就不爱你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话 可能就是有爱神恨 所谓就是说我很爱你 可是后来 当我们发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要离开你 我就会觉得 我当时有多爱你 我就现在有多恨你 然后恨到说 我就是跟你断绝一切关系 这样子 那第三个话就是自我催眠 那自我催眠就比较吊诡 就是说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人 我真的不应该再爱了 所以我必须在嘴巴上不停地告诉自己 也告诉旁人说 我跟他没有再联络了 我再也不爱他了 可是也许在午夜梦回 心里还会偷偷想起这个人 可是你会告诉自己说 这人我是肯定不能再爱他了 因为这是个大错误 所以今天我觉得阿翔他 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第一个 坦白讲他选择回归家庭 回到这个老婆家人 家庭的这个身边 他一定是先透过荧幕 就是跟老婆讲嘛 对不对 然后也是给那个观众 一个温情的喊话 因为毕竟他要付出 付出会需要得到观众的支持 对不对 那我是在揣测就是说 如果今天他讲出这句话说 我觉得我跟谢欣没有再联络必要 其实也是在让谢欣知道说 我们两个就是再也不要往来的 可是呢 我觉得所谓提得起放得下 我会猜说可能他当初 跟谢欣的那段感情 也许是也是不容小觑 因为你真的是重重的提起 你才能够狠狠的放得下 阿翔复工 这是另外的报纸 宣誓七小就是全世界 老实讲 为了家庭也要这样说 为了事业也要这样说 那我们不晓得说他 他内心真正的世界 那有些网友会骂他 那我想请教一下邓医师 怎么说会觉得是最好的 我个人是很想观察 因为这已经不是真正的夫妻对应了 这是在对应观众 就是刚刚欣喜亚讲的重点 所以现在的重点是说 他寄出这一套 表示他们认为这是要推销给观众的形象 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想观察 我们目前的观众就是社会上的舆论 是买单这样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好奇的事情 就大家想要看一个人对待感情 跟对待婚姻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这个新闻那时候闹的那样子 其实我那时候在节目中就有讲说 我关注的点是 这里反映出台湾人 现在对于作为男人 然后男人或是对于感情 对于这些事情的价值观 正在改变当中 旧的东西在解体 新的东西在被挑战 所以大家都很混淆 所以大家都想看示范人物要做什么 所以他现在决定了这个示范的结果 我回去一定要看网友留言 今天一定要看 平常不敢看 可是我自己没有很 没有很吃 我不会投这个一票 对我不会投这个一票 就是 所以你也觉得阿翔这样讲不好 因为网友说他是渣男 以作为观众来讲的话 真的不会买到我的喜好 那什么样你才会买 我觉得我喜欢一个比较成熟的态度 然后我认为 我就会觉得说这样子会感觉 太讨好观众了 然后因为这很明显 大家会看到这不是全面的事实 那我也认为 什么叫渣男 我们之前做另外一个节目 所以有一起专门做渣男 渣男就是访很多 跟他交往过的女人 然后渣男可以突然为了升官 突然为了发财 突然为了婚姻或者什么 就把你切割得一干二净 就是让人家觉得 不念旧情就叫渣男 可是如果说他们会选择押这个宝 是不是 我们的社会 目前仍然让人家觉得 大家就是喜欢这样 还是其实大家会高兴说 这个人被我们控制了 因为我们大家一直 敲键盘骂他 然后这个人服从 这是我期待的 所以到底他要展演的是什么 是服从 还是七小时他的全世界 还是他们全部都是在展演一个 对大众的服从 那过去 过去有外遇的这些男生的表现 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能接受的 或事后的表现 现在想想哪一个 九把刀 这个都九把刀不行 不行 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糟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他很真诚的表达 他内心的想法 他很有逃避 我觉得其实不只男性 女性也是一样 我只是觉得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用 成熟的态度来谈感情 而不是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来猜测说 人家现在要我回答什么 可以把成熟的态度 再具体化一点吗 成熟的态度就是说 我对于我的情感的控制 没有那么的理想 然后有些事情 在当下我非常的想做 但事实上出现结果之后 我又发现那不是我喜欢的结果 我很感谢某小姐 跟我一起 怎么讲 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认真的相伴 但是现在他也支持我 我们应该要各自做 对各自的人生最对的事情 我觉得起码那个感谢 是应该存在的吧 我觉得就是说 站在男生的角度来看 男生的角度 因为我看阿翔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上 也评论过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在被跟拍 那你还可以这么的明目张胆的 明目张胆的 都不担心你被拍 因为这已经是 前面都曝光过几次了 那所以说 他的确付出 他应该要付的代价 只是相对谢欣 他还可以付出 他还有 因为他有一定的地位 跟谢欣比较起来 那不然你期待他讲什么呢 对不对 他当然要这样子讲 可是我觉得 没有联络的必要 这件事情 刚刚辛西亚讲的我蛮认同 因为这句话 其实不是只是讲给观众听 他也在讲给谢欣听 所以让谢欣就是知道说 我其实是不值得你爱了 因为我有我的家庭 老婆小孩 他们是我的全世界 所以你说他在讲给观众听 我觉得倒也不尽然 因为他知道他讲了这样的话 应该又要被骂了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我做错事我应该承担 你知道在他 他十九号付出 上节目讲的这些话 网友骂他是渣男 他的老婆Grace 一样很漂亮 就是他停工六十一天 Grace也六十一天 没有在脸书PO文 但是Grace他就在脸书上PO文了 他PO文的内容主要是在讲说 其实这段日子他也不好过 那他很谢谢很多人对他的鼓励 有些人看到他跟他讲说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就一句话就让他掉眼泪了 所以他说他承受的压力 没有比别人小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干嘛那么傻 你要继续 难道你不怕他想 又跟他联络之类之类的 但是他说 选择原谅就往前看 所以我觉得犯错很容易 可是你要原谅比较难 那Grace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是觉得给他按个赞 那相对的呢 谢欣在我们今天录影的下午 也会出来 本来他是礼拜六有一个活动 有一个公益活动 但怕模糊焦点 所以经济公司让他在 今天下午 我们录影这一天的下午 要出来面对 那我觉得出来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蛮残忍 但是不得不做这样子的事 要不然你能够躲到什么时候呢 谢欣他也一样在他的脸书PO文 他说就是 应该是他有到外地去玩 他讲说他跌了个狼仓 一如做错事的人一样 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 这里不是台北 那这里是异乡 坑砖头坑洞堆积路上的垃圾 字役的违规 这里没有所谓的人行道 这边的路很崎岖 其实他这一篇就是在告诉大家 我做错的事情了 那眼前这段路呢 很多崎岖 其实花五分钟就可以过 但是我却站在这里停好久 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 过这个崎岖的路 所以这篇文章在出来之后 再加上阿翔的那个 没有联络的必要 其实他有前言后语 他不是直接记者问他说 你还会跟谢欣联络吗 没有联络的必要 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很无奇 但是阿翔他其实前面是有铺陈的 他是讲到说 现在老婆小孩是我的全世界 然后我现在工作为重 家庭为重 所以至于谢欣 我觉得我们也不会一起工作了 所以没有什么联络的必要 这个阿翔的老婆Grace 他也写了一篇文章 对 他吐露了婚变以来的心声 他说就算是亲密好友主动关心 至今他也都没有办法一一回复 然后他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沮丧 他的文章还蛮长的 等一下我念给大家听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 其实重点就是说 这样的夫妻关系 未来是不是容易经营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那么他说请再给上一些些或许不说的 算短的时间 有好的消息 当然也有不少严厉跟伤害的自语 日日都洗版我的内心 那某种程度上我仍然同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声浪 因为日子是自己选择的 难道跟他人 难与他人道歉其中 接着他对自己喊话 他说我或许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坚强 但我会加倍的勇敢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他也提到谢谢生命里面的低潮这么早来到 让他知道还有很长很长的日子要过 并坚定的表示会用微笑面对每一天 我整个文章里面没有半字是提到阿祥的 那我想请教邓医师 经历过这样的波折 这样的夫妻未来的相处容易吗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看过很多这样子继续相处的夫妻 然后有的这样过了好几年 他们共通的回答 就是说不可能跟以前一样 修复不回来 不是不见得比以前差 但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是那会是不一样的事情 就好像是 如果以前是很 带着很纯真的理想在一起 可是后来被碰撞的时候 可能会融入了一个 擦撞的痕迹或是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痕迹 不见得会让两个人更不好 就是说那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尤其我对你有更深的了解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一起 经历了一件事情 但是什么样的夫妻 会觉得过得很不好呢 我觉得就是没有真实的 去面对这个经验 如果你没有真实的 面对这个经验 例如有些人他 一方外遇 然后回来之后 他始终不肯去思考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或者说另外一方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讨论 我们为什么会出这个疲漏 那就会 就是我套一句这个话 就是七小是我的全世界 意思是 我经历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更了解我的内心世界 以前黑暗大陆的那一块情欲世界 或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知道的非理想的世界 我现在更了解 所以我拿来跟我的妻子共享 所以我们共享了一个更全面的世界 这叫七小是我的全世界 可是这个东西很难 那大部分的夫妻其实 七小是我的全世界的意思 是从此我的世界只割 割掉那些复杂 跟大家不接受的部分 我就只看这个部分 那那个世界呢 那个世界 你其实就没有 有没有跟妻子分享 我觉得这是关键 就是说 而且我觉得 说真的 这些事情 像太太说 请再给一些时间 其实她不需要任何人给她时间 她不需要任何人给她时间 其实我觉得 外面的很多人说 建议说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其实都无关 那是外面的人自己的心理反应 也就是说 这是大家看到一个婚姻 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自己的焦虑 很多人会发表意见 是因为自己对婚姻 有很多的想象 然后会一直在这个事情里面 被激发自己的焦虑或兴奋 可是我觉得 对于这样的夫妻而言 我相信他们应该知道 他们要修复 跟他们要处理 他们跟观众的关系 是两回事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分开来 那我举例就是说 那阿翔 他内心也许有一块 你刚刚讲的黑暗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 郑大哥也有 一定有 不是有 是全部都黑的 然后这个事情要讲出来不容易吧 面对太太 有些夫妻真的可以 例如说 有些夫妻 我也看过 例如说有些名人夫妻 其中一个人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认真的要面对的时候 其实先生真的可以讲到说 我现在很无助 因为当初是我要求你当家庭主妇了 可是你这十年来真的变得很无聊 这就是说他们可以谈 这不带指责 可是这是一个无奈 就是说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是我要求你放弃你的事业 就是每天陪着我妈散步买菜 可是坦白讲 我真的觉得现在跟你感觉好无聊 这是一个 你会听起来觉得很没良心 可能大家有网友要留言说 没男心啊 没良心什么 可是这是你讲的态度不同 如果你的意思是关闭的 说因为你很无聊 所以我才外遇 OK 我不会再外遇了 OK 好 不要再问了 OK 妈 这样子就是一个关闭 那这是一个很烂的借口 可是如果是 你可以想象有的 他其实是很沉痛的 说我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我不应该觉得 你很无聊 不应该嫌弃你很无聊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好无聊 那是一个很沉痛的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态度又不一样 对 那是一个不一样性 然后再来听的那一方 像这样子 我的案例里面 那太太听到的时候 她当然一开始会觉得很受伤 受伤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防卫嘛 最好的防卫 就是拿出世间的道理来说 你有没有良心啊 其实当你在讲 你在骂对方 有没有良心的时候 你已经在防卫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 可以去前进的太太 这时候的态度是说 对 我好恨我那时候 为什么那么呆 我为什么答应你 把我变得这么无聊 所以我好恨 我现在要处理是我的恨 可是我一看到你 事业飞黄腾达 然后外面一堆妹围着你 然后我整天站下来 我现在连外面流行 宽裤还窄裤都不知道 这是在会谈里面 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实在看到你我就好恨 所以我没有办法忘记 你在那边玩 跟别的女人在那边怎么样 因为我好恨 如果我当初没有听你的 我就不会那么恨 然后我很弃我自己 因为我本来没有这么呆 我为什么那时候 就为了要你开心 为了要你妈开心 我就变成这样 结果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婚姻 你说这个讨论 有没有在乾婚说 谁对谁错 其实没有 他们的重点不是在讲 谁对谁错 他们是一起在面对 他们的无奈 因为婚姻就是这么的困难 你做任何一个选择 都会有另外牺牲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慢慢这样子去面对的时候 你会透过这些谈话 每次的谈话都很痛苦 有时候你在旁边看 你真的觉得不忍足堵 我曾经 我有学生 就做婚姻治疗的 你知道吗 他说 老师我每次跟这对夫妻谈 他们谈到真的 在讲出这种赤裸裸的话的时候 我都想要放流 就你知道一般治疗师 是不可能跟个案说 我会来放流 他每次在这对夫妻之上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要去放流 为什么 看不下去 因为那个太尖锐 而且太沉痛 你看一对夫妻 讲出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十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没有办法追回了 然后彼此对自己人生的遗憾跟懊悔 还有彼此已经失去了 那个心跳的感觉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再次在面对的时候 听起来很沉痛 有时候在旁边的人都会想要闪 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何况是他们夫妻本身 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闪掉 可是如果郑大哥问我说 什么样的夫妻可以在这里面 变得更紧密 就是他们这个事情 真实面对 一起去碰 这个很烫的东西 或者说很冰冷的东西 他们一起去碰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奇怪 你觉得他们弹得很痛 可是一次一次 他们又重新在一起 因为我们居然一起 在碰这么可怕的事情 这本身是一个新的关系的产生 不过痛不会过去 应该这样讲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 好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请教一下志伟 所以现在谢鑫要付出吗 阿翔也要付出吗 观众能接受吗 我觉得 因为像我在我的粉专有po文 那有一个粉丝讲得很好 他说其实你现在去攻击他 你自己会得到什么 就你看不过 你不喜欢他 你就不要看他的节目 那他就会被淘汰 很多人都讨厌他 他就会被淘汰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个东西 台湾的社会普遍还是宽容的 我个人觉得 就他也认错了 就是刚刚我们在讲说 这一套剧本是不是符合社会的期待 其实我大部分的留言都是说 他都认错了 我们就给他机会 就是我还是会看他的节目 那而且反而很多人也是同情谢心 因为你看你没有感情 你事业更是回了 你知道阿翔他的那个落差 他如果没有这个事件的话 他以往他去年的年收是三四千万的 那因为他停工这两个月 当然现在不景气 尾牙活动也少了 但是今年的尾牙肯定他是接不到 因为有这样的事情 那不然以往尾牙都有四五百万的进账 可是他还是有保留他的节目 这个节目对他而言 就是说到年底还有两三百万的进账 所以说相较于阿翔 那谢心几乎是零了 因为他原本的节目都回不去 阿翔停工两个月 浩子呢 浩子他继续有工作 继续有 对 那他们现在 没有受影响 有受到影响是说 他们有合体一起主持一个节目 那就是昨天他曝光付出 就是做这个节目 因为存档也差不多了 所以浩子其实他没有 坦白讲浩子是没有受到影响 有受到影响是心情 但是他的工作是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他还是有 他们现在有单非各自主持不同的节目 那像浩子他跟瓜哥的节目 阿翔 浩子是早就已经退出了 只有阿翔在 对 那现在我反而比较担心的是谢心 就是说 今天阿翔回归家庭 老婆也原谅他 那他一切从头开始 他也修补了感情 努力修补这段婚姻 哎呀 人非圣贤 真的熟能无过 是啊 是啊 因为我觉得这些酸民 你在酸他的时候 因为还有一个人写的 酸民跟我们有效忌 还有人写的很好笑 他说如果今天他只是个 计程车司机 我连理都不会理他 谁叫他是阿翔 因为他觉得他赚公共财 是 是 是 但是我觉得郑大哥讲的 人非圣贤 都可能会犯错 是 那申喜啊 这里竟然是要讲韩星的故事 没有啊 因为最近就是很多 你很迷韩剧喔 没有 就是因为有那个韩星的 那个聚会善跟安仔贤 他们就是这个银色夫妻 后来婚变了嘛 那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说 当初这个男生 对这个女生蛮用情的 然后还说 我很希望每天都可以 可以跟他生活在一起 跟他一起呼吸我就觉得很幸福 就把他娶回家 那没想到 对 安仔贤 而且他是个暖男的形象 那结果后来 最近这个新闻一发生以后 发现就是男生跟女生 对于离婚是没有共事 也不同步的喔 男生就是坚决要离 然后女生可能还跟他讲说 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或是我妈妈的状态 还没有准备好 你要顾及我妈妈的状态 男生就是坚决 就是没有 我都已经声明搞都准备好了 一天都不能忍了 就是我就是赶快 赶快签字啦 这样子 那我还记得这个女生 我们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媒体有问她说 你跟你老公之间 谁爱谁比较多 女生的回答是说 我觉得应该是我爱这个男生比较多 我认为安仔贤就只有 短正爱过我而已 这样子喔 那我觉得今天重申到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就是爱跟不爱 为什么会相差如此之大 很爱很爱的时候 希望赶快取到她 对 然后呢不爱的时候 我就说不要就是不要 对不对都不能够忍 这中间隔多久啊 好像是三年的婚姻嘛 我记得好像三年的婚姻这样子 那我认为其实 他们今天问题的真结点 因为很多人都会来问我说 我到底要选一个 爱我比较多的人 还是那个人爱我比较 还是我爱的比较多的这个人 那我认为他们两位之间的问题 已经不是谁爱谁比较多了 因为都是比较急来的嘛 我爱你比较多 比你爱我比较多 那又怎么样 我爱我的妈妈更多啊 而是说我觉得问题真一点是 他们男生就是不爱你了 他就像熊熊烈虎一样 就放吧 对 然后他就冷却了 对 那冷却以后 他当然就会觉得 我一刻都不想要忍受你 我只想会 赶快就是让我自己恢复战胜 那如果是你呢 我就觉得如果不要的话 那就不要啊 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我都不发完归了 我干嘛还要跟你在那边鼓鼓鼎 对不对 喜酒的爱不会是爱 对啊 强摘的果实不会甜 不会甜